同样的道理 用在照明上 合宜的空间设计 搭配墙面 以及天花板的反射 再加上适当的光源 和自动调光系统 也减少了四成以上的照明用电 这里有一个小秘诀 就是我们使用的光源中 最实惠省电的 并不是省电灯泡哦 而是日光灯 灯管越长越直的 效率就越高 和美观的遮阳 有效减少阳光摄入 维持室内温度 并在屋顶 栽种台湾特有的耐旱植物 新增更维吾生态的 野生花园 花园可以将南台湾 毒辣的阳光 辅隔在外 这样子室内就可以中年 保持凉爽 所以在魔法学校 通常只需要开省电 又方便的传统吊扇就够了 只有在最热的一个月 才需要开到冷气 而最闷热的演讲厅 林宪德教授则设计了 气温越高 效果越好的太阳能烟囱 在这个逍途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